1975年4月5日,蒋介石于士林官邸去世。 随着时间推移,蒋介石的住所逐步开放,让人可以一窥领袖的官邸。 蒋介石作为一代枭雄,统治中国数十年,在他眼中,只有三个人的头像能挂在他书房的墙上。 第二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,孙中山先生。 蒋介石早年只是一个无名小卒,而中山先生却早就四海扬名,领导辛亥革命,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地制,创建中华民国,创立三民主义。 蒋介石还是在陈奇梅等人的提息下,才有机会接触到孙中山,逐渐取得中山先生的关注。 后来孙中山被叛军袭击时,他在永封建上冒死救了孙中山,成了孙中山最信任的人。 随后对蒋是寄予厚望,从命不见经传的小人物,逐渐走进核心位置。 可以说,没有孙中山,就没有中华民国,没有三民主义,也没有蒋介石的飞黄腾达。 蒋介石最大愿望,就是做孙中山的接班人,继承他的遗志,完成统一大业,实现三民主义,是蒋介石一生,未曾改变的信仰。 因而,他会在书房挂孙中山投像。 第三个是耶稣,蒋介石在宋美玲的影响下,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。 刚开始,蒋介石想娶宋美玲,但宋家笃信基督,为了与宋美玲完婚,只能做基督徒。 但结婚后的蒋介石,却真信了基督教,每日都要和宋美玲共同祈祷,虔诚的修身,反省,改变了暴力的性格,成了蒋的精神支柱。 可以说,在大动荡的战火纷飞的年代中,基督教和耶稣成了蒋介石的精神支柱。 据说他临死前,还让人在他的光果中,放上圣经,足见他对基督教和耶稣的深信不疑。 那他书房挂的第一个头像是谁呢? 大家可能已经猜到了,就是蒋母。 蒋介石九岁时,父亲就撒手人寰,由母亲养大,成了蒋一生最亲近的人。 因此,对于母亲的纪念,也是非常重视,是个十足的孝子。 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,蒋介石曾三次下野,每次下野,都为蒋母扫墓,恪守孝道而退居西口。 而国民党党政军要员,凡去西口必由蒋介石陪同,前往拜业蒋母墓之后,才向蒋介石请示讨教,这已成为定例。 至于这三人的排名,也是有依据的。 1978年,蒋介石的贴身秘书在蒋介石纪念会上,向外界透露了蒋介石书房的这个意识。 他说,每天蒋介石去书房后,他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对三副相行众目理,同时口中默念祈祷的语句。 虽然从没听清祈祷什么,但那情景,那种虔诚,令人感动,非常难忘。 这是今天的分享,感谢您今天的观看。 还没订阅的朋友,记得动动你的手指,感谢你的喜欢。